国民党副主席曾永泉 20号率团飞往越南关切513受灾台商 并且计划前往暴民肆虐重灾区平阳省 曾永泉在和台商座谈时表示 马总统除了要求越南政府逞凶 也强调必须全力维护台商安全 保障投资免于威胁 越南政府要诚意导致 说竞争的力量让我们在这里继续 要投资的话要有一个保证的 不能再受到这种暴力的这种威胁 这是总统一再要转达的 针对灾后重建问题曾永泉表示 经济部长沈荣经确定会率团访阅 并且尽速前往平阳 协助当地台商解决相关失求 灾后重建 他已经要行政院江院长 江一外已经在明天 请经济部的产物市场 带了12个人 要在这里要做实际上的 有关灾后重建的 搭花协助互工 还有我们要融资的协助融资 甚至灾神认为的事情 曾永泉等人抵达平阳后 民进党立委蔡黄狼也随即抵达会场 朝野两党军派代表参与平阳台商重建会议 期盼给台商最实际而有力的援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